我們利用最後幾分鐘的時間跟各位介紹一下 剛剛我們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 萬一中文字你現在這樣子不滿意 對不對?細明題嗎? 那你要真的就是一定要有中文字 別的字型怎麼辦? 你可以到我們這邊啦 我上面有一個東西叫Photocab 有沒有? 這MIT台灣字的 你免安裝 所以呢各位你只要把那個壓縮檔解開 解壓縮詞詞就可以了 會有產生一個資料夾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小魚子 這樣有看到小魚子 那這個軟體其實 找在手機上那些影像處理的之前 它就先出來了 所以其實蠻久的啦 那你可以從簡單的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文字 有很多文字的一些預測的形狀 跟字型 假設你要這一個 我就先把它按一下丟進來 好有外框對不對 你點兩下 你就可以來這邊設定它的外框的一些 這個字型 有沒有 這裡 假設我在這邊 我們就挑一個我們電腦裡面有的 我們電腦應該有一些 比較 要 好吧 沒有值得一提的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啦 因為我這裡也有提供 來你們如果到這裡來 我們的任務裡面 如果你真的要有一些字型 免費的就可以用的啦 這樣下去嗎 我有準備在這邊齁 我們現在沒有沒關係 至少有配體的 那你要多大 多粗 都好 你就把它設定 設定好 好 假設我就是要這個字 那你如果要分兩行 就按下丟進去 你們就變兩行 那至於字的行距啦 間距啦 這個應該你知道該怎麼調的 這邊 這邊調一調 字的大小 小一點 OK 假設我就這樣就好了 完 OK 那現在呢 我把拿出去 不過拿出去之前 你看我有沒有背景證 這樣不行 所以請你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右下角一個底層 這就是我們最後面那個底 你把它關掉 有沒有看到透明的 我就像這個 這個時候呢 你就來這邊儲存 儲存的時候請問 要選擇哪一種格式 對 就是PMG 你看 有打預防針有差齁 知道要選哪一個齁 好 那我現在呢 就來這邊 放到桌面上 好的 這個是我們的文字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下面這裡 一定要選32位元喔 有注意到齁 這個一定要選32位元 24 就破功了齁 他就不會理你的齁 我去把它儲存牆 好的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雲端上 在這邊 剛剛有文字對不對 很抱歉 現在不是文字 是你自己的圖形 我們就找一下圖形圖形 在哪裡 在這裡 這是背景 這個圖片 有沒有一個上傳 你就用這個 找到你的圖檔 有沒有進來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當然他的缺點就是 因為畢竟這不是像樣的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來做放大縮小 請問會怎麼樣 會比較模糊一點 這樣了解喔 但是如果你就是 欸我就固定的 其實是還OK啦 還OK 好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有需要的你再繼續處理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自己的 自行 你就把它變成圖片 再來處理 這樣也有好處 因為你的變化更多 對不對 我就固定一定要是只有字嘛 也許你有一些其他設計 就可以擺到這裡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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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